嗯 27啊 比上个月又粗了一点 上个月才26寸 这也该27了 咱得捡捡肥了 听没有 哎呦呦呦呦呦不高兴了 不想捡 这个我擅长 我演示一下 看我秀一把 嗯 老爷快来帮我 这啥呀 这事咱们不合适 没发挥好 咱们减减肥吧 减肥是比较艰苦的事 你得克服 行不行啊 哎 今天啊 现在出去运动吧 没事 老爷还有招呢 一仔来了 还有什么 啊哈哈哈 一警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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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来了 热了吧 来把空调给它开开啊 这奥克斯木径中空调 出风口大 凉得快 一会儿你就不热了 而且它里边带空气消毒器 深紫外线能有效去除宠物病菌 而且它有自动水洗功能 特别适合养宠家庭 哦 减肥菜 来 现在 要琢磨着吃零食了 老年人养狗 是真的把他们当孩子 大孙孙 谁老爷好孙孙啊 啊你是 谁老爷啊 啊你是你是你是 哎呦 我仙人球倒了 哎呦 金子 把他弄倒了 没抓住吗 老爷看看 老爷看看 没事 没事 哎 哎 哎 怎么回事 哎呦 你看 以后该不该 跟老婆说该不该 跟老婆说该不该 啊 这不是狗神吗 爸 哎呦 我们这就是衣服 我们这就是衣服 知道吗 还得还皮 是不是 真迷的 对不对 爸 爸你就惯着他吧 嘿嘿那没办法 这玩意养的就是养的就是当孩子养 是不是新的过来 他来这儿了 哎 姐姐 你在沙发上了 嗯 真 怎么上上班上去了 老爷什么时候要上上班了 谁叫你上的呀 嗯 谁叫你上的 说话啊 就老爷跟你说啊 过来 两克 下来不许上沙发了啊 为什么呀 谁上咱家串门来了 那沙发那么脏 谁爱做呀 再有 在外他遛弯有把吧 知道吗 那脚底也踩得很脏的 然后你把沙发踩脏了 是不是这爱做啊 听懂了 跟老爷握握手 啊 知道了啊 好 你坐在沙发上 你的毛蹭的全是毛 人家来了一看 这什么毛 这衣裳粘子都是 人都不上家来串门来了 人也不跟你玩了 你自己那小窝窝呢 上你自己那窝窝去 你要是再想上沙发 或者上来点休息 就上自己的地儿来去 要是老爷晚上睡觉了 你就躺老爷脚底 听见没有 老爷脚底已经不掉了 你跟老爷脚底睡 听见没有 嗯 好孩子 喂 嗯 哟 一会儿出去啊 金子 金子在家呢 嗯 那一会儿我们去 都有谁呀 汤子哪儿 嗯 可乐 二级碗 有动物吗 有没有黑板啊 嗯 要黑板的话 我们就带着金子 嗯 和银子去了 嗯 因为有的地儿 他不让完进去 不让狗进去 车里又太热 知道吗 所以你 老爷就不能带你去了 等天涼了 上哪儿都带你去 知道吗 因为你能在车里等着揍 现在我给你的车里 一会儿热死了 知道吗 所以你在家 咋有空调 老爷一会儿回来了 接着金子 上下溜儿去咯 尝下丝啊 炒汤啊 对吧 哈哈哈哈 所周知金子是我们小区里吵架最厉害的狗 朋友说他的小柴犬桃桃表示不服 也是炒遍小区无敌手的 于是说带来跟金子比试一下 看看谁更有口才 不愧是两个嘴强王者 一见面彼此就快速进入了状态 桃桃先张嘴说了几句 也不知道说了什么 金子好像很生气的样子 毫不犹豫怼回去 就这样他俩开始对骂 几分钟也没能分出个胜负 这嘴真是一个比一个厉害 金子金子 桃桃先别吵了 先多喝口水去 我先喝水 你给我挡着 架没吵完水倒真不少喝 嗯 费嗓子 还没等金子喝完水 桃桃已经满血复活 对着金子又是一顿输出 金子也必须不能怂 一分钟后我发现金子明显快雌穷了 面对桃桃持续的口吐芬芳 金子的反应速度越来越慢 表情也略显得不知所措 紧接着桃桃换了个语调 这下彻底给金子撩懵了 桃桃一句接一句的说 金子想回怼又不知道该怎么说的样子 就真的好搞笑 然后赶紧用眼神跟老爷求救 求救无果吧 就只能 炒赢了的桃桃笑得合不拢嘴 炒输了的金子郁闷地趴在地上 愁成了表情包 还没等金子总结完失败的原因 战斗桃又来了 金子本身还想再努力挽回一下面子 没想到 桃桃骂扶了金子 吓哭了王子 是时候来见见银子了 一开始呢 桃桃还是很强势的 银子平时就很少叫 所以他就一直盯着桃桃看 眼神还是比较坚定的 估计桃桃知道谁比较厉害 突然就不叫了 为了他在角落不敢动 然后又去投奔主人 银子忙活半天 也没能把嘴套取下来 就很郁闷 桃桃一看 银子取不下来 瞬间放心了 猖狂了起来 开始发起进攻 给银子彻底弄急了 先拿屁股把桃桃撞到一边 紧接着摁住桃桃 一整个控制住 就这样摁了两分多钟 桃桃彻底老实了 被知福了的桃桃 不敢再多看 你家里几只狗我都认识 你妈妈是不是叫苏宁 你爸爸是不是叫奎森 你还有一个姥爷 叫莫德 你还有两个姨 一个叫苏婶 一个叫苏菲 对不对 我都认识他们 你敢欺负他们吗 你欺负他们的话 他们是不是咬你 他们是不是咬你 然后你就敢欺负我 因为我不打你 不咬你 所以我说的永远都不记得 对不对 小时候我看见过呀 你妈妈 苏宁 摇你 你犯错了 我看见了呀 你就欺负我呗 我告诉你啊 王子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 你要是再瞎尿 拆家 我就给你妈打电话 我让他们来咬你 他们管得了你 王子 我管不了你 你偏让我翻你家谱 以后一犯错 我就给你妈打电话 你自己干了点 你亲妈妈 不好惹的 他该咬 睡好觉 千万别养德木 能不能睡觉 能不能别叫 每天晚上我们睡觉之后 银子就开始值夜班 一听见有什么动静 他就会叫我起来确认 所以咱们家呢 从来没有进小偷的担忧 但是因为银子太敏感了 所以哪怕有一点风吹草动 他都会启动防御状态 把我给折腾小 给你们看看 我每天晚上都是怎么过的 怎么了 我看看 他这是又犯强迫症了 我也得配合一下他 不然他能一直叫我 开门好让他放心 这还得吼两嗓子 然后我继续睡觉 他继续开门 看完这门看那门 你看这又听见什么动静了 然后又跑来找我 我真的是服了 然后我又起来查看 发现是野猫在叫 然后又躺回床上睡觉 他就又继续开门 寻魂往复 最后天快亮了 他也睡觉了 被害妄想症 都是睁着眼睛睡觉吗 无语了真的 最近银子没叫吗 感觉你这金屋神挺不错的 哎呦别提了 昨天又叫的夜里两点多 我都好一天没睡过 你好叫 看不出来呀 气色挺好的 让你看出来 让你看出来 我这骨语光干水不白用来 我之前就这样随便拍着上脸 皮肤就已经挺亮的了 现在老睡不好 就用他来师傅 不加大气量的力度 这样送脸也完全不怕 看点小脸 都亮 心情都跟着变好了 你说在那里 那是不太美 �得太美 快请驾吗